各位福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基督福音频道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信仰 我要讲的信息就是 今生为永恒预备 那我们知道 不管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是多么有钱 或者你的位置多么的高 多么的有权有势 多么的出名 可是你都会发现 你也认可 人生是很短暂的 哪怕你活一百岁 活一百二十岁 我们有一天都还是要面对死亡 死亡之后呢 只是我们身体在这个地上 它的工作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灵魂 是要进入到一个永恒里面 那当你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主的时候 记得你的罪就得到了赦免 因为基督来 就是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你罪得到了赦免 你的灵魂就得救了 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凡得永生 你的灵魂是要到天堂里面去的 所以这是信仰 是基督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教义 那今天我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请记得今生是为永恒来预备的 我们今生是短暂的 无论是一百岁也好 一百二十岁也好 有一天还是会结束的 那我们在地上到底要怎么做 要做些什么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记得哦 你在地上做的所有有意义的事情 是被带入到永恒里面的 如果你在地上是浪费时间呢 那就过去了 过往云烟 不会被带入到永恒 那所有人在地上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希望自己有钱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自己很富有 我们都希望自己丰丰富富 这个是在地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这个期待 对不对 希望自己的房子大一点 对不对 希望自己拥有的财富多一点 希望自己的位置高一点 这个无可厚非 这是人之常情啊 我也是认可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你到了天堂 你惜不希望自己也是丰丰富富的 圣经有提到说 有人紧紧得救 有人丰丰富富 圣经也有提到说 有人管五座城 也有人是管十座城 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 到了天堂 天堂是分层次的 每个人在天堂里面得到的奖赏 或者说得到的赏赐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这个赏赐呢 是取决于你在地上的时候 你为什么而活 如果在地上你做的一切 你付出的一切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以神为念的 这个都会被带入到永恒里面 如果你在地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都是为自己而活的 那么这个在永恒里面 就没有价值和意义 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看看保罗是怎么讲的 来打开菲利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说他人生是有一个标杆 有一个方向 这个标杆上下文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这一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是追求 竭力的追求来认识耶稣基督 为耶稣基督而活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保罗的标杆 继续下面怎么讲 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有一个概念 永恒的概念 就是今生以基督为中心 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基督而做的 所有一切的生活工作都是围绕着基督的 他知道这个在永恒里面是要得奖赏的 哇 感谢赞美主 所以在地上你花一点时间 读经也好 祷告也好 参加教会的聚会也好 服事也好 传福音也好 哇 为了基督的缘故 献出你的爱心也好 助人为乐也好 你所有为基督所做的一切 将来都是被带入到永恒里面的 感谢赞美主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再来看一处经文 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第十节 你知道将来所有不信耶稣的人 他死后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 圣经说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这个审判是根据在地上所有犯的罪 要受惩罚的 这个审判是关于惩罚 那所有的基督徒已经得救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被审判了 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地狱的火 脱离了那个惩罚的审判 但是基督徒会来到一个宝座面前 这个宝座不是那个惩罚审判的宝座 不是白色大宝座 而是什么 论功行赏的一个宝座 这个叫基督台前的审判 圣经怎么讲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体 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保罗说我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 那到底什么是上帝喜悦的呢 你就需要读经祷告才能明白 所有美善的都是上帝所喜悦的 然后下面说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这里的受报就是得赏赐 你所有为耶稣的缘故 所做的一切美善的事情 都是要得奖赏的 阿们 来看圣经以佛所书六章第八节 六章第八节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今天无论你是一个打工的也好 或者你是一个老板也好 你是一个企业家也好 你是一个农民工也好 你是一个老师也好 你是一个官员也好 无论你是谁 你要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善 你要尽到上帝给你的资源 做美好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 为神的心而做的 圣经说将来就要得赏赐的 这个是在永恒里面的 感谢主 我们活在地上 以福音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 感谢扎美主 你在地上把福音传给你的朋友 他得救了 这个将来在天上 要记在你的名下 或者说你在地上 为着你的朋友祷告 为着他的得救祷告 有一天他得救了 上帝会记录你所祷告的事情 上帝会记下你的祷告 这个在天堂要得到纪念 哇 你为了福音的缘故 哪怕是你捐上一分钱 一块钱 这个在永恒里面 也是要被记录下来的 最后一处经文 来看 马可九章四十一节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圣经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所有的善事一定是 那个动机一定是 为基督而做的 因基督的缘故 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私欲 或者说自己的动机 目的不存的 那个是不会被带入到永恒的 那个动机必须是纯洁的 为基督的缘故 哪怕是献上一杯水 都要被纪念 所以当你来到教会 摆一下凳子是要被纪念 打扫一下卫生是要被纪念 你为牧师代祷 是要被纪念的 你为那个灵魂福音的缘故 求主耶稣拣选他 使他得救 这都是被纪念的 你为基督的缘故 心生怜悯 给慈善机构捐的一块钱 你也是要被纪念的 尽到你的 这个所能的资源 只要为基督的缘故 创造的一切美善的事情 你的动机是对的 这个都要被带入到永恒里面 所以你的教会参与服事也好 你来礼拜也好 你读经也好 你的光阴是有意义的光阴 也是要被带入到永恒里面的 当然你看电视剧 就是时间就不会被带入到天堂 所以你所有有意义的事情 你现在在听牧师分享 这个都在为永恒预备 愿上帝祝福大家 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 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 我们死了也是为主而死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的光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 我们所有的资源 以基督为中心 这是基督徒要明白的 因为你的今生是短暂的 你的今生是为永恒预备的 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